在去年致成立的香港警方國安署首任署長蔡展鵬爆出了醜聞 因早前光顧無牌按摩店即所謂的骨牆時遇上了警方查牌 目前正在休假接受調查 警務署署長鄧炳強在5月12日下午回見了傳媒時指 案件已經交有組織案及三合會調查科調查 他證實蔡展鵬已經休假又稱至今未收到蔡的辭職消息 在5月12日下午5時半鄧炳強就事件在警察總部外 會見記者時指對有高級警務人員涉行為不當的指控 已指派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進行調查 案件細節不方便透露鄧炳強證實在調查期間蔡展鵬已經展開休假 他表示直至目前為止並沒有收到蔡展鵬請辭的消息 有記者問及鄧炳強是否會就事件問責辭職 他坦然很多人都很想我辭職 鄧炳強稱不會給這些人有這個機會 他會秉公辦理公平公正調查這個案件 還說如果在這件事裡我有任何缺失 我會根據我們的條例承擔一切 對於事件發生越餘後 經傳媒爆出警方是否有隱瞞 鄧炳強沒有正面回答 謹稱警方會考慮各種因素來決定何時公佈案件 是非因素來決定中在做法 是非因素來決定 會怎會留意 舔法 是一輪的